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北京大学教授夏夜良遭到北大校方的威胁 今年9月份可能会被开除 那么目前人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夏夜良 4号向美国之音表示 他被告知9月份将由教授委员会 投票决定他的去留 他说呢 北大领导当然不想承担政治打压的污名 一向感言的夏夜良还表示呢 不久前 北大领导说有人举报他 用微博攻击党和国家及社会主义制度 嘲笑和歪曲中国梦 领导还念了他写的反宪政就是反人类等文章 夏夜良反问领导 这说的有错吗 前北大经济学教授 独立评论人士商德文 4号也对美国之音表示 北大校方如果要开除敢于对敏感议题发表看法的夏夜良 那么这与北大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的地位不符 会在国际上造成恶劣的影响 他说 如果到9月份北大真的开除夏夜良 那将是党控制下的北大人的悲哀 北大仅有的一点言论和学术自由将会荡然无存 而这个根呢 是在中共的中宣部 因为北大听命于上边 学校是党委制 是由党委书记党委说了算 并不是按照北大的学术地位和宪法来说是 那么与这位敢言的北大教授面临着被开的处境 与此同时呢 另一位中国大陆的大学教授 则是被软禁在家和外部失去了联系 就在新疆七五事件纪念日到来之前 中央民族大学维族教师伊利哈姆 土赫提失去了人身自由 被软禁在家 自由亚洲电台引述北京维权人士胡佳的消息报道说 7月4号他联系不上伊利哈姆 伊利哈姆的两部手机以及网络微信都没有任何的回应 胡佳还透露 伊利哈姆从7月3号清晨起 已经被北京国保人员软禁在家 湖北省武汉江岸区的访民叫邹桂兰 上个月的21号正在家中的时候 突然被十多名冲入家中的不明人士带走 邹桂兰随后被当局以扰乱治安秩序为由 拘留10天 关押在武汉第一女子监狱 民生观察工作室报道 7月3号邹桂兰的拘留期限已经到期 那么武汉的一些上访维权人士就来到拘留所准备接人 结果拘留所威胁不放邹桂兰 大家不得不离去 直到隔天的上午11点钟左右 邹桂兰才出狱 出狱后邹桂兰就打出了 人在家中何罪之有的抗议标语 好 观众朋友 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进来